大家好 这里是湾区华人电视台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叫PO Box的东西 PO Box呢 这个在美国什么这些很多国家应该都是非常的流行 PO Box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说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家的地址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在邮局去申请一个邮箱 然后呢 信件什么之类的就寄到这个邮局去 然后呢 你再到邮局去取 这样的话就不让别人知道你家的地址 还有其他很多原因 我们就不具体分析了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这个 PO Box最初呢 只能到邮局去申请 后来像UPS呀 他们也提出了 也推出了这样的服务 邮局的那个PO Box呢 以前只能寄信 UPS呢 就推出来说啊 我不仅寄信 我还给你一个真正的地址 然后你的包裹啊 什么各种东西 这些都可以寄到我这里来 我帮你收 那现在呢 这个 美国邮局也在进行改革 他们也推出了这样的服务 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他们也给你一个真正的地址 你也可以把其他的包裹啊 什么之类的 快递公司的东西寄到那里去 然后他们给你接收 然后你再到那里去取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你看他这个是一家邮局的内部 你看非常整洁 他们的这些服务都非常的好 你看他这个PO Box的话 什么时候你可以去取啊 什么等等 在他的这个邮局都有非常清楚的标示 而且申请就非常简单 然后呢 你拿着就是你有 在我License啊 或者护照什么之类的 你到那里去贴一张表 或者在他们的网站上头 先注册一个账户 把所有信息都登记好 然后到邮局去激活就可以了 总之呢 而且这个邮局的这个PO Box 比那个UPS的PO Box 要便宜很多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两家 在你家附近 就是去比较一下 选一个你最合适的 总的来说呢 这个邮局的PO Box 现在也也推出了UPS那样的 就是说给你一个真正的地址的 这样一个服务 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于这个有需求的人的话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